编达将在今年发布低配版的Quad3 当然更准确的说是加强版的Quad2 这两天有了相当准确的规格信息爆料 信息来源出自推特博主Luna 因为她平时都会第一时间挖掘Quad3系统更新的数据代码 并将未发布的新功能分享出来 所以在圈内颇有信任度 这几个月她也是多次在推特上呼喊 希望已经到手了Quad3S的开发者可以私信给她 跟她一起讨论一下 因此这次她所爆料的信息准确度会非常高 她自述已经建过多个Quad3S的开发者套件 也和几个熟悉该设备的人聊过 并把所有重点信息集合到了下面的这张图里面 总结来说就是新产品命名为MetaQuad3S 而不是MetaQuad3 Lite 核心的处理器是MetaQuad3同款的XR2 Gen2 之前有消息说是降频版 但目前不确定到底是不是 屏幕方面用的是Quad2同款的LCD屏 分辨率单眼1832x1920 所以光学方面也是跟Quad2一致的 菲尼尔透镜和三档的同距调节 这意味着Quad3S的外观厚度 佩戴体验都可以看作完全等同于Quad2 至于追踪和透视的话 我们可以从图里面看到 其实跟Quad3一起同工 除了侧面底部两颗黑白摄像头 正面还有两颗黑白追踪摄像头 加上两颗400万像素的产式摄像头 只是把中间的深度传感器 改成了两颗基础的横外照明传感器 当然在深度识别方面的阉割 倒也不是大问题 无非就是没有了主动模块 精度会低一点 但实际上Quad3的深度传感器 目前相当于也是个摆设 除了扫描房间和自动化安全区以外 基本上都没有启动 甚至于你用Quad3扫描房间的时候 把深度传感器遮住后 自动识别也会正常工作 所以对于Quad3S来说 即便没有深度传感器 但是依然具备Quad3的一系列独家功能 比如支持Quad3 Touch Plus手柄的使用 能够进行自动空间识别 内向外的上半身追踪 落模态交互等等 甚至于这两个红外照明器对于暗光的手势 最终还会有不错的额外提升 相信有一部分人不太理解 MetaQuad3S发布的意义 尤其是看到依然沿用非内透镜 且屏幕分辨率跟四年前不变的情况下 甚至觉得这是一种倒退 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从多方面好好分析一下Meta的用意 首先规格配置的取舍根本取决于成本和售价 相信MetaQuad3S这样的硬件标准是瞄准着跟Quad2一样的299美元价位 比Quad3低200美元却拥有了跟Quad3几乎所有相同的功能 大家要明白对于VR性能来说 你跟他们说什么Phenia透镜和Pancake透镜的区别 他们是感受不到的 更别说还要跟他们解释什么叫屏幕的甜蜜点 就算说清楚了他们一看200美元的价差什么都能忍了 心想我就是买个VR尝个鲜肯定是买性价比高的 分辨率也就差了单眼两三百 看上去厚一点也无所谓 而且重量也没有比499美元的Quad3重 到时候Meta要是跟去年一样 搞一个类似的买Quad3S送自家独占游戏大作 蝙蝠侠阿卡姆VR的促销活动 那在假期消费季不是又得来一波大杀特杀 重现Quad出巅峰时期的圣诞领悟名场面 这就是我很早之前说过的 MetaQuad3只是MetaQuad2的常规设备的寿命迭代 真正能够做到MetaQuad2消费市场替代的是MetaQuad3的低配版 去年黑我光是在亚马逊一个渠道 优惠售价250美元且另外送50美元三电点数的Quad2销量是Quad3的商倍 只要是足够便宜价格优势到位 一台发售三年的元老机器 完全无惧自己的硬件性能已经被新款替代的事实 所以Meta是由自己的数据基础来租布局的 更重要的是会把价格当做自己购买考虑第一要素的这一批人 他们大概率是VR市场的全增量用户 相比之下Quad3的购买者绝大部分都是之前的全量用户的硬件升级 这也是为什么之前Meta说Quad3用户的流程率和活跃度都会比当初Quad2的用户来的高 在同价位没有竞争者的情况下 想想299美元就能买到安卓系VR一体机旗舰处理器 甚至于彩色透视像素也是在C端市场仅次于3500美元的Vision Pro 650万像素 MetaQuad3s很有希望成为下一个MetaVR头显的绝对销量主义 只是苦了美国儿童梦的脖子要受累了 这时候有人就说了 如果价格是第一因素 那MetaQuad3s就算卖299美元 Quad2二手价格估计150美元都不用那不是更香吗 毕竟屏幕分辨率和光学结构都没变 没错 但是假如从今年10月Connect大会开始 Quad3系列机型的独占游戏开始有序有量的上新了呢 至少像阿卡姆贝亚这种大桌IP肯定都是走独占路线了 所以同时别忘了 MetaQuad3s的游戏主机属性所带来的内容优势 其实Meta自己也恐恼 这Quad2卖太好了 2000万台的保有量该如何做到有序的替代 毕竟过时的XR2一代处理器 这时候就成了游戏应用开发的累赘 而499美元的Quad3s市场反应 显然是说明用户嫌弃贵 那只能继续推出259美元的新设备了 如果大家还用印象 其实去年最早传闻的消息 说的是Meta这个低配版原定是只提升的处理器 连透视摄像头还是也用黑白了 目标定价甚至在199美元 但是现在直接把Quad3s同规格的双目立体铲色透视都上了 说明在今年上半年Meta线是做了战略调整的 因为Vision Pro和MetaQuad3s的市场反馈 让他们意识到 在入门价位上不仅仅要做到对保有机型商的处理器性能替代 同时还要做到对原先黑白透视做了彩色透视替代 简单的说 单纯只有性能提升 它的实际用户扩散效应并不强 毕竟现阶段游戏开发者依然会去适配Quad2 但是彩色透视在入屏效果上的欺骗性那可是实打实的 说到这一点大家懂得都懂 不过即便如此 我个人觉得到时候MetaQuad3s所带来的增量用户 主要还是在Quad2这2000万用户之外 至于这2000万用户里 会去买Quad3s的比例还是有限的 但是Quad3s起码能够起到独嘴倒逼的作用 当Quad2真正要受众重情 独障大作普遍不兼容的时候 大量Quad2用户吐槽起来 Meta也有理由说了 这毕竟要四五年过去了 299美元你们也是用到极致了 你们花299美元再买个Quad3s根本不是很大的负担 如果这批人真的不想买Quad3s Quad3s的销链也足够Meta撑到未来 把Quad3s进行永久降价销售的时刻 只要Meta股价不要大起大落 未来一年半内 Meta低价机型这种或许我们就能看到 299美元的Quad3s 加上399到450美元区间的Quad3 再加上隐性的游戏赠送优惠 对于欧美市场来说确实无敌了 最后提醒大家一句 不要用你在国内对Meta的体感感受 来判断Quad3s在海外的影响力 你在国内用Quad3s在线影音看不了 社交游戏应用完不了 光是这两点就失去了很大的乐趣 但在国外使用Quad3s你会发现 影音内容可没有差到哪里去 用户调查里更是有一半的比例 在往社交游戏应用 更别说还有着更庞大 更和谐的VR社群组织氛围 Meta多年来花的高昂成本 还是能看得出成绩的 接下来就是落后Version Pro的地方 能够超多少 能够超几分的问题了 OK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是不等待VR成熟 而是陪着VR成熟 RodinMeta招圈 如您也是对VR相关感兴趣 欢迎加入我们的玩家交流社群和频道 最后别忘了给我点赞 投币转发三连 那么下期视频再见